你的电脑回收头是这样的 而我的是这样的 或是这样的 嗨,我是千千 今天我就教大家们如何把电脑回收站 变成像我这样的回收站 首先我们要找两张不一样的 PNG透明背景的图片 而大小是285x326 然后我们要把图片的格式更改成iCore 首先大家们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 来到这个网站 过后我们再选择转换文件 点击上传文件 这里我们一次性上完两张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右边这7Z的图标 在搜索框里搜索iCore 然后点击iCore 另外的图片做法也是一样 接着我们点击下面的兑换 过后我们往下拉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下载下来了 好的,我们先别着急更换回收站的图标 因为如果现在直接把图标放进去 是没有我们开头看到的效果的 首先我们要把图片的后缀名的iCore 改成DLL 如果你的图片名字后面没有显示iCore这后缀名 那么我们在文件夹的上方点击查看 找到显示 把文件扩展名勾选起来就可以了 而文师就在文件夹的上方点击查看 在显示或隐藏面板 勾选文件扩展名就行了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更换回收站的图标了 首先我们在桌面点击右键 再点击个性化 来到个性化设置页面 我们找到主题 再找到桌面图标设置 接着它会跳出一个桌面图标设置的面板 我们要更换这两个图标回收站 第一个的是回收站有垃圾的样子 我们点击以下这图标 然后点击下方的更换图标 我们点击右上方的浏览把图标导进来 接着按确定就行了 这样当你把文件夹拖进去回收同时 它就会出现这跟你设置的图标了 另外一个回收站的设置一样 这样我们就会有开头看到的效果了 好的,其实大家们也不一定要放Point Cat这图标 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搭配 那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